Hi,大家好,我是小鹏 Apple这两天动作很多 除了发布了新款的MacBook Pro和Mac mini 还有HomePod以外 在软件方面也更新了iOS 16.3的RC版 它是面向开发和BET测试人员的最终版本 可以看到我的iPhone 14 Pro更新包有5.多个GB 非常大 应该是从测试版转到的最终版本 同时发布的还有 AppleOS MacOS WatchOS TVOS和HomePodOS的最新RC版本 在内部版本号这里 看的编号是20D47 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 应该就是最终的内部号了 除了硬件和软件 苹果在今天也发布了一个新的黑色Unity表带和配套的表盘 以此激奠了黑人历史和文化 具体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和Apple Watch上设置看一看 接下来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随着Apple发布了新的HomePod 通过16.3的固件更新 可以激活温湿度感应器 可以检测家里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这个功能是同样适用于HomePod mini的 还包括个人声音识别功能 创建家庭自动化 那么手里有HomePod mini的朋友呢 赶紧更新起来吧 另外在紧急呼叫里面 现在新增加了一个隐私呼叫 启动它以后 警告警报和闪光灯都会被禁音 现在我们需要同时按住音量的加和减 和右边的屏幕唤醒按键 启动SOS 再来看看Siri 它的问题现在Apple似乎已经解决了 就是如果你开车使用CarPlay 呼叫Siri 有时候它无法正确理解你的指令 好在16.3已经修复 我们也仍然可以在下达控制中心中 发现家庭组件的闪现问题 从iOS16到现在的16.3 它仍然存在 最后还是来跑跑分 单核成绩没什么变化 在多核性能上稍微低于早前的版本 16.3 RC的发布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解锁HomePod和mini的温湿度感应器 如果你家里有在使用它们 这个版本的更新不要再犹豫 续航发热情况我今天一整天没发现有特别异常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